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182集 一心心觉得 自己跟这初六的差距 不是一心半点 如果是寻找 常人他完全不用担心 即使不用奇门遁甲 光是仗着自己平时的锻炼 就可以胜之了 可是这个妖怪却不同了 一心心一边跑 一边在心里面嘀咕着 妈的 看来这是生理上的差距啊 卵妖它是妖怪 所以生理结构自然跟人不一样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 就像是人跟猎豹一样 为什么人跑不过豹子呀 当然是生理构造不一样 猎豹是天生为奔跑存在的 而人却不同啊 虽然人也会奔跑 但是人离了奔跑啊 却依旧能够存活 这也是人跟猎豹的区别 人是均衡发展 这一点又跟一心心的奇门遁甲 不谋而合 一心心的奇门遁甲也是如此 平衡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 但是他心里明白 平衡不代表着平庸 因为人就是因为这平衡 所以才能成为整个世界的霸主 人如此 树也是如此 所以呢 他虽然起跑时 落了一段的距离 但却并没有灰心 跑 永远没有飞得快 这话很对呀 你不服的 你可以参考火车和飞机 张士飞变身成了孔雀 没一会儿便追了上来 这一幕他在上空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张士飞行李也挺焦急的 因为俯身看去 那一心心虽然很快 但是再快也不过是人的速度 而那初六就不一样了 妖怪的速度能跟人比吗 没有犯规 两方都用的是脚 驰骋在地面上 只不过一心心一边跑 一边拨弄着身前的青草 要说这场地选的就凑蛋 草长的都半人高了 相对的也影响了一心心的速度 可是那初六却不一样 鸭跑的就像是那经典红白鸡 雪人兄弟中 吃了快腿的老大一样啊 双脚不停的倒腾着 身旁的杂草 全都因为这气流的涌动 而分散开来 望上去似乎一点阻力都没有 这可有点难办了 张士飞心想啊 一哥不管再怎么强 说到底他也是个人呢 只要是人都会累 速度是一方面 体力也是一方面 眼下还没有到河边的 那初六似乎一点力气都没用的样子 如果一心心中途乏力 那可怎么办呢 想到这儿啊 张士飞便对阵的一心心叫喊道 一哥不行了 快想办法 这个杂醉好像不知道累 废话 要不然他还是妖怪呢 一心心听到自己上宫 孔雀的叫喊以后 便下意识地回答道 从最开始 这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人和妖怪 娘的本来就不在一个等级好不好 这里解释一下 人生在世 从最开始的时候讲究的是万物平等 但是这个万物平等也并非是全部一样的 只不过是大体的起跑线 人和动物其实就是一样的 从嗷嗷待哺 到长大成熟 再到生儿育女 这都是在一个层面的 但是呢 这也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对于修道之人呢 还有另外一套说法 人能够修成正果 往往动物一样也可以 这个过程也能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众生平等 人忙生存 兽忙苟活 而第二阶段呢 人修道有了意识 想要追寻真相 这也就是我们总说的修道之人 上天是自私的 上天以为 人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活法 妄图燃指命运的真相 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叫做五必三缺 同样 野兽也是如此 他们因为天生没有人 这般的待遇 所以受到的限制少了两样 也就是四持二截 第三阶段就是修行成功了 扬州里面的那两个老家伙 就是第三阶段的产物 上天虽然是有些自私 但是他的存在 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上天同样也是公平的 讲的是万物公平而论 没有白来的事物 等价交换而来的 永远是合理的 人或者动物 一旦可以接受四舍 或者五必的诅咒以后 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力量 在人的社会里面 将这种力量称为有本事 修道之人 活神仙道 而对于动物呢 却没有这么多的说道 往往动物们在付出代价 而得到了本事之后 对于他们只有一个称呼 那就是妖怪 一新兴是修道之人的 但是卵妖虽然是妖怪 可是他们却并非因为修炼 而得来的力量 这力量是天生的 也是不合理的 天地间往往不管什么事情 都要按照着天道而行 要问何谓天道 答曰 生老病死 爱欲横流 往往你生活最基本的东西 都是天道的一部分 可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完美 就连天道也是如此 七宝白玉伦 这个阵法的来源 我们无处可寻 不过呢 他用到的七样宝物 却完全可以成为天道的漏洞 生老病死是天道 无人可以相抗 可是那七宝之中的女鬼类 却可以破解生老病死 即将死亡的时候 吃一颗就可以续命 这就是破了天道的规矩 而那太岁皮 更是如此 寻常的妖怪 是指动物畜生修道 修道要经历诸多苦难 体会世间冷暖 可是这太岁皮 却不同啊 太岁乃凶神之首 相传吧 他的皮质 有着超强的力量 寻常动物得到以后 完全可以借助着 这股力量而成气候 更有甚者相传 太岁皮可以自行衍生 诸多的妖邪 这些妖邪呢 往往呢 都没有经历过修行 仿佛一出生便是如此 卵妖就是这太岁皮的产物 所以他们的本事 并非通过修行而来 而是天生的 这个初六 似乎天生就是跑步的料 一新星虽然经历过五壁三缺 算是修道之人 不过修道之人 依旧只是人而已 而且卵妖却不同了 天生诸多的便利 所以他在体质上要远胜于一新星 但是一新星却也没有绝望 他见这卵妖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便冷笑了一下 然后抬起了头 对着呢张之飞大声的喊道 小赵 你先走 我马上就冲上去了 啥 张之飞很明显 没有听明白这一新星的话 不过这一新星也没有跟他解释 只见他猛然的抬起自己那只完好无损的手 然后竖成了剑指抵在了自己的眉心 同时他大喊了一声 冰 奇门遁甲是一种术 也是三种术 一新星最擅长的就是三种技术中的遁甲 他平时同妖邪相斗 往往用的都是遁甲之中的招数 其次才是阵法 而道具呢只是辅助 要说这一新星最强的招数 当属是三顿纳身呢 三才即是三顿 天地人 三顿呢是奥命无穷 通过多年的研究 一新星发现 其实这三种对数 说白了也只不过是通过借助外力强化自身的本事而已 就同崔先生的符咒之术一样 三顿分别强化的是人的力量速度 以及防御抗击打能力 天道岂是人力所能为也 人如果使用一种对数 尚且可以 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以及对身体的负荷 但是三顿齐上就不同了 这样呢 正是一新星三顿纳身 必须有时间限制的原因 毕竟身体才是最诚实的 一新星精通 顿甲之术 自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所以在这种赛跑的比赛中 他只要开启天地人三顿 其中的一种就可以提高自己的速度 而这一种顿数呢 就名人顿 就在一新星大喝了一声冰的同时 张世飞忽然感觉到这一新星的身体 起了很微妙的变化呀 一股莫名的气迅速的包裹住了他的身体 这种气似曾相识 张世飞回想了起来 在那密山梁玉儿家的时候 那十五出来捣乱 和谦被卵腰附身 这一新星对抗十五的时候 就使出过类似的招数 只不过那时候的气呀 与现在他身上的似乎有些不同 经过了训练 张世飞对气这种玩意儿 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 可话又说回来 即使他不了解也能感觉出来 上次一新星抵挡住十五的攻击时 他周身上下的气给人感觉很浑厚 但是这一次呢 却给人一种清零的感觉 就像是土和风一样的区别 张世飞的词汇量很小 只能这样形容了 只见他一新星喊出此话的同时 浑身上下顿时一抖啊 然后他大喝了一声 双脚猛的一蹬地 嗖的一下就向前蹿了出去 张世飞在空中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尽管他现在是孔雀的模样 却依旧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因为他看见这一新星 以一个人的身体 愣是跑出了妖怪的效果 三顿之一打开以后 他周身包裹住了一股气 这股气是外气 是一新星吸收外界的能量 纳为己用的东西 这股气围绕着他的身体 愣是把他身旁的那些野草给压弯了 比那前面的初六还要猛啊 只见一新星两只脚不住的倒腾 大叫道啊 一顿啊啊间 他竟然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生猛啊 速度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啊 张世飞只是感觉到眼前一花 一新星在草地上竟然也画出了一道馅 并迅速的向他初六追去 真猛啊 张世飞心想 这一新星虽然生性很像个白痴 不过他的本事那可是一等一啊 张世飞慌忙用力着扇动着翅膀 即使这样也才能勉强的追上 眨眼间就要到那河边了 初六正在狠命的跑着 忽然他感觉到了自己背后传来了一股莫名的气 他回头望了一眼 不由的稍稍的皱着下眉头 只见那一新星竟跟玩命似的追了上来 由于速度太快 他的嘴巴一直没有闭上 而是大张着舌头也吐出来了 正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呢 眼睛由于空隙猛烈的摩擦 已经泛出眼泪了 打眼一看吧 还以为这小子是在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呢 转眼之间 两人的距离便从一千米开外 拉到了五十米不到 一新星终于见到了眼前的那个初六 他心中大喜啊 一边叫嚷着 一边用尽了全力 向他初六追了过去 尽管那初六已经很努力 但是依旧没有老义的顿术猛烈啊 就在即将到达河边的时候 一新星终于追上了他 两个家伙是并驾齐驱啊 这一幕看上去很是诡异 那被落在远处的崔先生自然没有这眼福了 张士飞呢 却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那初六迈出一步的时间 一新星正好能迈出四步 双方各有长处 就这样 谁也没让着谁不住的向前跑着 之前说过了 一新星顿数的爆发力 那是相当惊人啊 在追上了那初六以后 依旧没有停留 这不是什么运动会 自然不用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于是一新星便没有停留 玩的命的向前跑啊 马上就要到小河的方向了 张士飞在上空 看得十分真切啊 他回头看了看 不由的心中有些感慨 他大了呀 这才多久啊 竟然跑了这么远 崔先生已经看不到了 这一新星三两步 便反超了那初六 当他超过初六的那一瞬间 还不忘对这初六竖起了中指 张士飞觉得 这个手势还真挺给劲啊 起码很是解气 那个公鸭嗓上初六呢 没有言语 依旧一声不坑的向前跑着 没到两分钟 哗哗的水声传来 河边到了 一新星似乎没有因为眼前 有一条河而沮丧 相反的 这对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要知道他三顿纳身的时间 大概是五分钟 可是单独一个顿数 他却可以坚持半个多小时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跑到那边完全够了 张士飞现在才觉得 之前他说 15分钟就解决问题 这句话并非是吹牛啊 转眼间 一新星已经将他初六 反超了50多米 一新星伸着舌头 呵呵的笑着 然后一步迈出了草地 到河边呢 他的脚踏在了细沙之上 出奇的实诚 一新星心里面打算着 能跳多远就跳多远 然后用尽力气游过去 应该还是会领先 剩下的10分钟之内 应该就可以结束 这可笑的比赛了 想到了此处 那一新星双脚猛的一弓 然后纵身一跃 他的身体在空中 画出了优美的弧度 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便已经跳到了 那河面之上 张士飞在心中 暗自的叫好啊 心想着 如果照这样下去 一新星完全有可能 不沾河水 直接跳到河对面啊 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悲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只见那一新星的身体 刚刚跳跃到河的上空时 还在草丛中的初六 猛的一抬头 然后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张士飞只见他一抬手 顿时心中已经按到了声 不好 就在他开口大喊 小心的同时 那公鸭嗓初六的掌心之中 猛然射出了一股妖气 那股妖气直挺挺的 向一新星的后背射去 一新星没有防备 这一击中的是严严实施啊 只见他啊的一声 身体在空中失去了平衡 便啪的一声 掉进了河里 一股无名之火 顿时从张士飞的心中燃起 他望着那初六 他大爷的 这是怎么个情况 赛跑又赛跑 怎么忽然动起手了 娘的 果然卵妖是不能相信的 这股子妖气 那远方的崔先生 自然也能感觉出来 感觉到这股妖气的同时 忽然他的脸色变了 然后不自觉地拍了下大腿 大声地骂道 他大爷的 怎么这事我忘了 不痛 一新星在河面的上空 失去了平衡 立马就不受控制的 转体三周半 以一个难度系数 1.8的不雅造型 跌入了水中 煞时间溅起了一片水花 而那初六 则趁着这个机会 一跃而起 跳到了那水面之上 身为妖怪 他的身体结构极其特殊 仿佛根本就没有什么重量 竟然踩着那河面 登登登 三两步就跑了过去 他一边跑 一边回头 对着张世飞喊道 别过来 过来的话就是犯规 我直接就赢了 你赢你二大爷呀 张世飞满肚子的火呀 一扇翅膀 飞到了那初六的上空 同时对他大叫道 你动手不算犯规 不算 那个公鸭嗓 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 同时继续迈着两条大长腿 登登登的向那边跑着 张世飞见他这德行 便气急败坏的叫嚷道 怎么能不算呢 他刚开始就没说这个 已经被落下好远的 崔先生 双手抱着头 咬牙蹲在了地上 他疏忽了 是的 他这一次完全就疏忽了 刚才那初六说比赛的规则时 并没有说不可以动手 然而崔先生却没有想到 这可真是个低级的错误啊 想想刚才 那初六在讲解规则的时候 崔先生的思路 完全就被那条河所吸引了 对于这个能不能动手的事情 还真没考虑 这可真是打了一辈子的大雁哪 最后竟然让大雁给牵了眼了 崔先生摇了摇头 心里面便想 不 即使自己刚才想到了这件事 那么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毕竟规则是一对一 他人不可以参守 而这个孙子的速度 以及反应这么快 即使一新兴最开始进攻 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娘的 果然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 崔先生快速地掏出了烟 叼上了一根 然后在心里琢磨着 这燃熙的智商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身为动物 竟然还会设圈套 我们一直自认为是猎人 可是现在想想 到底谁才是猎人呢 崔先生没有自慌阵脚 他立马开始想起对策来 他心里想到 其实要讲动手的话 老义应该不会吃亏 只不过是怕那个卵腰再耍手段 毕竟这都是他们精心设计好的局 如果他们已经算计好了 那就没理由凭借着真本事过关 可是他们知道老义的杀手锏吗 崔先生想了想之前张世飞跟他讲出梦中之事的时候 双眼顿时一瞪 然后心里面冒出了个想法 坏菜了 自己以及一心星 还有张世飞的本事 可能已经暴露了 因为在那梦中 卵腰初五 在得到了卵腰小七的卵腰结晶之后 就知道了一切 似乎那个卵腰结晶 有着类似于储存记忆的功能 而这么说的话 包括着众人的行为 习性以及能力 那些家伙现在已经是一清二楚 这真是越想后背越冒冷汗 崔先生想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什么赛跑的比赛 就是完全为那一心星而准备的呀 崔先生狠狠地吸了口烟 他们的智慧究竟有多少 竟然能够料到我们第一场 一定会派一心星上 这种规则配合上这个地形 完全就将一心星给磕得死死的呀 那么这一心星究竟有没有危险呢 欲知详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